健康百分百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百分百节目 我是加州中药大学博士生 孙玲 Marketing Director 做不到物我两望 我们就学学 以一念带外念法 我们可以一手一蹴 譬如 想着少府部的夏丹田 有一轮红日 发着光和热 但 注意 应当是守而不守 不守而守 意绵绵 若有若无 若存若亡 守丹田的目的 就是要以一念带外念 使我们的大脑 宁静下来 消除我们不良的情绪 进而使我们的字条机能 得到了解放 当然 我们也可以守身外之物 比如说 一朵花 一座山 一棵树 而且我们还可以默念字句 我们可以默念 松静这两个字 渐渐使自己进入一种 放松入境的状态 当然 默念佛号 一心向佛 虔诚祷告 心中有主 都可以达到 灵心定制的效果 这些方法的要领都是 全身放松 心情愉悦 意念专注 只要持之以恒 长久训练 心静至您 气定神贤 对健康 一定会有帮助 下次 我教大家 一个道家养生法 吞金法 感谢您收听收看 今天的健康百分百节目 我是孙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加州中医药大学 圣河西分校 设有中文中医硕士班 中医博士班 县政招生中 请电877-800-1421查询